妳跟妳爸一起主持多久 四年了 妳覺得OK嗎 就是會覺得太久了還是 不會 我覺得還OK 我們反而在檯面上的互動 很自然 很輕鬆 然後身為同事的角色的時候 一點壓力都沒有 然後身為 回到家 不是 不是 就是身為父親的角色的時候 我們就會立刻回到 父親跟女兒 但是很酷的就是 只要一上台 他就會變成同事 反而是他的位置的改變 而不是我的調整 所以他變父親之後 會立刻變成怎麼樣 他就可以說 我跟妳講 妳身體要顧好 妳不能這樣子 妳要多喝水 妳看 爸爸就一直多喝水 妳要喝水 他以他本人為健康的範本 這實在說服力 對 然後我就一直想說 好 我知道了 不要再念我 所以他是一個囉嗦的爸爸 一直念 一直瘋狂的念 可是又很浪漫 就是很愛講一些 就是你知道 然後 妳是我上輩子的新人 沒有 他說 妳是我城堡裡的公主 這首 妳剛剛是真的吐了 我也是一樣的 對 我也是一樣的反應啊 不是 他只跟你講 還是說他四個小孩 他都這樣講 他四個小孩都講 而且他會跟我講完之後說 妳是爸爸這輩子最愛的女兒 然後再去跟第二個說 妳是爸爸這輩子最愛的女兒 然後我們三個女兒就會吵架 那兒子有被他重視嗎 沒有 他其實是愛女兒多 我城堡裡面的王子嗎 沒有 他就是 胡人退下 沒有啦 弟弟 他會覺得男生就應該 很Man啊 然後不需要被特別的 寵愛 對 寵愛 他是對女兒特別特別特別好 妳說妳跟妳父親 其實相處上 很多是專業的這種 可以建議他一些事情 他會不會不高興 我覺得我真的沒有資格建議他什麼事情 但是因為他常常就是上台 就是那個前奏樂鬥已經開始了 他會轉過來跟我說 這集錄什麼 然後我就 換你收看 然後講完 我腦袋還想說 我來不及告訴他這集要錄什麼 我就只好趕快順著走 我就走我的那一條線就對了 所以他們不是會先發腳本給你們嗎 不是 就是視腳本與舞 這有可能就是他為什麼主持人 這個時候這麼揮灑得開的原因 他要給自己驚喜也給觀眾驚喜 但你真的也是要什麼都知道 你才有辦法 不然我今天突然要訪問他 我怎麼可能有擠得出東西來 他面對任何來賓有表現過緊張嗎 沒有啊 也不需要排練什麼的 沒有啊 演唱會不用彩排嗎 他唯一一次有認真彩排的 就是他自己的演唱 OK 花花萬物 常年陪伴 每週二代優酷 不見不散 我會不會 兩個月 我們要去看 你會不會 為甚麼 如果越來越來越